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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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公投的结果是略占多数的英国民意决定要脱欧 那么就出现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一幕 那就是英国要脱离欧盟 之后虽然一直都是保守党在执政 但是英国脱欧之后的各种 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各种负面的因素 都在逐渐的发挥作用了 那么这也是对老大帝国的一种惩罚 那么其实英国目前的经济不算很差 特别是通胀力确实是有效地降低下来 但是我们说选民对于一个执政党的观感 它往往有的时候不仅仅取决于 我们说像类似像通胀这样的一些因素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 那么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其实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甚至经济方面的危机还不占一个主导 它总都是一个社会管理的一个危机 那么这方面呢 这个保守党可以说已经到了 三穷水尽的这个地步 这十几年执政换了多名的这个首相 包括一名最短命的这个女首相 但是都没有能够改变 保守党已经无法这个有效地管理英国 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 那么进来这个民调啊 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提到这个民调 因为英国几个不同的民调机构 做的这个民调呢 都是预示着这个保守党很可能 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大选中失利 而且呢更值得关注的是 就是一艘船快要沉的时候 船上的人纷纷跳船 保守党情况就是这样 已经有多名的保守党的 这个下院的一个议员 宣布他们不再代表保守党参选 就是他们看到船快要沉了 所以就是率先就跳水了 所以这一切都意味着 这个七月初举行的英国大选 很可能是以保守党的实力 和工党的重新上台 而标志着这个当前英国政坛的 一次重大的转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举行围台军演 日前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军 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等兵力 在台岛周边展开代号为 联合力舰2024A的演习 据了解这次演习的区域包含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南部 东部 及金门岛 妈祖岛 鸟秋雨 及东莹岛周边 有军事专家分析 演练在台湾岛北部 南部和东部 三个方向展开 也是为了从政治 经济和军事层面 全方位震慑台独势力 首先在台湾岛北部进行演练 是对台北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慑 也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 其次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 则是从政治上痛击台独的大本营 同时也显示出 解放军有对台岛的经济封锁能力 可以掐住台湾第一大港高雄港这一海上门户 打击台湾的对外贸易 此外 高雄港更是台湾当军海军的重要驻扎地 这次演习也表明了解放军 能把台当局海军牢牢困在港内 而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 则是为了阻断生命线 逃跑线和支援线 这三条线 那说到台湾问题 也不得不提到美国在其中的种种影响 有分析认为 如果美国和台独势力持续挑衅 那么大陆方面就会做出坚决回应 有可能从演习转变成实战 直接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 这一次演习的规模是空前的 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以武力 围困台湾作为一个战略的设想 那么这次演习各方面都有很多分析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跟以前不同的 就是这次演习 从一开始官方媒体就援引了 解放军的有关的专家 对这次演习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分析 那么这样的话 不仅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民众 了解这次演习的目的和它的意义 而且因为这样的评论是面向全世界的 所以我们看海外的媒体 特别是包括台湾的媒体 他们也看到了 我觉得这次演习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测试 我以前曾经也讲过这样的一种观点 就是围绕台湾局势 中国大陆 台湾以及美国三方 似乎都有温水煮青蛙这样的一种战术 台湾的战术是非常明显的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蔡英文 再到现在的赖清德 就是这种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逐步地来推行台独 事实上的台独 而台湾的民众 我们看也非常稳定的 差不多有40%的民众 就一直是支持民进党的 包括这次是把票投给了赖清德 那么这一点也可以看 台湾的相当一部分的民众 你可以说差不多有分 接近一半的民众 他们就是支持赖清德的 就是支持赖清德的台独的路线 所以这次的测试 首先就是对民进党当局 对赖清德本人的一个测试 赖清德520就职 发表了一个实际上是两国论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讲 那么大陆方面呢 对他其实也是早有了解了 那么所以就发动了这样的一次 大规模的困台的这个军演 但是赖清德本人的这个 对这个词 他大概也已经知道了 不是 他肯定知道 这样的一个军演 是针对他 以及针对他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的 但是台湾的这个官方呢 对于这样的一种 实际上是预示着未来 这个包围台湾 甚至是武力这个统一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军演 台湾的官方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么这是一种反应吗 这当然也是一种反应 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反应 他既不可能说 动员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 起来这个保卫台湾 那么赖清德反而好像要 对这个中国的道路 这个释放了一种善意 台湾民众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这个23号就是这个军演的这个当天 台湾的股市大涨 我看到有这个大陆的这个网民 表示不解 说这个解放军队快要打到台湾了 你们的股市还在升 那么这个其实呢 就是我说的这个温水煮青蛙的 理论的这个一种反应 就是台湾的民众 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 那么已经盲目不仁了 所谓天天叫狼来了 那么最后狼来了 这时候他已经不知道狼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这个 因为台湾的媒体 对于这一次大陆的军演呢 还是有比较详尽的这个报道和分析的 所以可以说台湾的民众 除非他两耳不闻窗外视 他连手机都不看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军演 所以大部分台湾民众都知道军演的 他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那么然后就美国的这个态度 美国的官方态度 其实非常耐人寻味的 美国的官方态度表示关切 关切是什么意思 关切就是我很关心这个事情 甚至有的是希望这个台湾 美国的官方还说 希望这个中国大陆 能够表示的表现的克制一些 这个语言都是非常非常温和的这个语言 但是美国的军方的这个态度 就比较明显了 说他们看到了 看到这支军演 而且他们担心这样的一次军演 就是未来中国大陆用武力来解放台湾 当然他们不用解放这个词 就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预言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我们说这个美国的军方 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那么然后就是日本 那么日本官方这次也是表示了一个关切 这个安田文雄在跟这个李强总理的会谈当中 也表示了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关切 但是日本的官方 特别是日本的领导人 没有一个人说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因为那样说的话 只能会是这个引火焚身了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这次这个演习是 我们说是1949年 因为今年正好 中华人民共国成立的这个75周年 那么中国大陆大规模的这种军演 在台湾 是从这个90年代开始的 但是到最近三年呢 这个演习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里面体现出的 就是中国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 包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所体现出的这种智慧 这种战略的这个智慧呢 是源于中国的古代的 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传统 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兵法 在世界的各种这个古文明当中啊 就是唯一延续到现在的 就是中华文明 也就是中华文明里面 有的非常丰富的 这个战略和兵法方面的这个智慧 孙子兵法 这就不用说了 这个它早已不仅是这个 中国的传统的一个智慧 它为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的一个军校 他们必读这个孙子兵法 但是我们看现在 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的这个困台军演的 可以看得出来啊 因为这次演习的这个名声呢 它这个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它叫做这个联合立舰2024A 有A当然就有B就有C 那么台湾的一些退役的啊 因为现役的这个将领 他肯定不能公开说话 一些退役的这个将领 都认为未来这个A之后的这个 A已经是表明了这个中国大陆 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就是东部战区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用武力来这个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这个这次中国大陆 这个我们是中部战区 不仅出动了这个海陆空火箭 四个四大军种 那么另外的海警 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呢 也同时在这个台湾海峡 在几个地方这个同时出现了 而且这次军演呢 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离岛啊 无论是这个金盟还是这个马祖 还是这个台湾附近的一些 这个所谓外岛全部都包括进去了 而且呢用解放军的这个专家 在说到这次演习的这个情况的说 这个解放军未来 如果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一定会实行一个立体的封锁和包围 会瘫痪台湾的这个海运 因为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是一个外向型的这个经济 原料原材料靠进口 石油主要基本上都是靠进口 而台湾有大量的这个产品 要通过海运 那么运到这个 包括运到中国大陆 运到是一个世界各地 那么台湾的这个海运 如果未来这个两岸之间发生战争 那么台湾的海运 必然海运和空运都会立刻就中断 那么台湾的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那么这是这个中国大陆 用演习的这个方式告诉台湾 告诉这个台湾当局 就是如果沿着这个台独的一个道路 继续走下去 如果把两 因为两国论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的官方的这个政策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台湾已经越过了一条红线 那么越过了这条红线的话 那么像这个联合力建 类似这样的一个演习会有A 会有B 会有C 那么这个台湾一些退役将领的这个推论就是到了B或者是C的这个演习的时候 解放军完全有可能就把演习就变成一个实际的这个战争 那我也看到了这个台湾的军方 军方应该是有意的向这个台湾的媒体透露 说这个台湾的一架战机呢 在这个接近这个解放军的先进的这个战机的时候呢 利用美国提供的这个设备 这个实际上是设备呢 就可以这个和解放军这个对峙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似乎在这个渲染 我不怕你有种的话你就跟我打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又引起了这个大陆一个军事评论家的一个嘲笑 他们说在战争实战的这个情话下的话 台湾的这个军机根本就不可能再利用美国的这个设备 来跟解放军的空军对峙 国际刑事法庭下令逮捕以色列哈马斯双方的领导人 日前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称他们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对此负有刑事责任 国际刑事法院的罚官小组将对申请进行审议 对此内坦尼亚胡发表讲话表示坚决反对 他形容国际刑事法院的声明等同将放行民主的以色列 与大屠杀凶手哈马斯相提并论 同时他还向以色列人民保证政府不会就此屈服 而这个消息也同样惹怒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批评内坦尼亚胡等以色列官员才是罪犯 哈马斯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土地 不能被同等侍卫战犯 据悉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目前还在对去年10月7号以来 在以色列和加沙犯下的罪行进行进一步补充调查 包括以色列在约登河西岸的暴力升级 以及哈马斯的性暴力指控 检察官表示这些罪名可能还涉及士兵 指挥官 文职领导人等等 全世界有两百来个国家 就是零后国的成员高 但是国际刑事法庭 就是签署成为 承认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审辖权的大约是150个国家 所以国际刑事法庭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可以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实际上它无法执行它的判决 但尽管如此 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过去我看到常常有舆论批评 国际刑事法庭在成立的十几年来 它做出的主要的判决 都是针对一些非洲国家的前领导人 或者是针对斯拉夫人的 比方说针对塞尔维亚 或者是针对俄罗斯的 这样的批评也有道理 因为你从它已经做出的 针对的外国的领导人 过去的或者是现在领导人 看没有一个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没有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吗 当然有 谁都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普通人说了不算数 必须是要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们 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的话 即使他没有办法执行 但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有些国家他就不能去 去年他就不能到南非去访问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给南非带来困扰 因为南非是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 所以如果普京总统是在被 国际刑事法庭下了逮捕令之后 普京又到南非去 那么南非是逮捕他还是不逮捕他呢 那么这就是国际刑事法庭 造成的一种影响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轮到了内塔尼亚湖了 内塔尼亚湖 即使他现在大部分国家 可能他都不能去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都还是要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要踏足某一个西方国家 除了美国以外都是都签署了 都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约国 那么如果比方说 他现在要到法国或者到德国 那么这些国家呢 包括法国他现在已经承认了 支持了国际刑事法庭的裁决 那么也就是说内塔尼亚湖 他就不能去法国 如果他去法国的话 法国就会逮捕他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 但是却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景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这个内塔尼亚湖 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的裁决 可以说是大发雷霆 他当然看到了 虽然他不可能被逮捕 因为尽管他坚决地反对 甚至他们说要制裁国际刑事法庭 但是在国际刑事法庭 签约的150个国家里面 内塔尼亚湖今后肯定是不敢去的 因为去的话 一个是他要访问的国家就会很尴尬 第二他自己也会很尴尬 那么我们说了尽管国际刑事法庭 他本身没有执法的权力 但是毕竟他是联合国体系里的一个法庭 那么这次法庭 其实也法庭做出的判决 我说最主要的 我们说他已经推翻了过去人们对他的批评 说你只会对付非洲的黑人 你只会对付斯拉夫人 那么这次呢把国际刑事法庭 把以色列的领导人 还有哈马斯的领导人 都归入了要求逮捕的这个名单 哈马斯的领导人跟以色列领导人当然不一样 哈马斯领导人大概现在也只能躲在某一个 这个阿拉伯国家 他们不会轻易地到外国去访问 但是如果他去的话 比方说哈马斯的人他们就到了这个莫斯科 那俄罗斯肯定不会逮捕他 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现在在北京 在跟这个法大赫 他们还在会谈 中国方面当然也不会逮捕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参加 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约 但是呢现在这件事情呢 对于美国造成的伤害 可能比对以色列还要大 美国尽管也没有签署 参与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签署 因为曾经有多次美国总统 作为这个犯有 涉嫌犯有这个战争罪 或者是这个种族灭绝罪 这个情况其实比以色列还要严重 我们只要看这个美国在这个进入21世纪之后 所发动的这个战争 他们在伊拉克 他们在阿富汗所造成的这种严重的这个伤害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现在的问题当然不是国际刑事法庭 在追究美国领导人的责任 而是由于美国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特别是在这个加沙 这个已经屠杀了这个三万多 很快可能就要接近四万人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罪行 现在被国际刑事法庭认定了 而美国还在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那么这样一来 以色列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 美国也陪着以色列越来越孤立 那么这个对美国到底是好事 还是还是一件这个坏事 我想这个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的 这两天啊 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 包括支持拜登的这些主流媒体呢 也纷纷的这个发生了 他们认为千万不要小看国际刑事法庭的 这一次的这个裁决 而且要求美国政府必须要正视这件事情 要必须要跟国际刑事法庭站在一起 不要再为以色列冲通以色列的这个陪葬品了 这样的一个意见 是不是拜登是不是能听进去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他肯定还是会对 美国当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这个竞选 就是这个拜登和这个川普之间的这个选举 川普很聪明 他这个事情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裁决 他不出声 他肯定也不满意 他不出声 但是拜登呢 就这件事情呢 对国际刑事法庭 还是做了一个很严厉的这个批评 那么就是 这样的话也就把自己跟以色列就绑架在一起了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说未来对于美国的这个政坛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以色列未来在国际上的这个处境 对于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 从而给美国自己带成的伤害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让台众很 本月的主题是 外交使团管设不受侵犯 本周的主题是 北约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们讲到了 这个根据国际公约 外交使馆的管设是不受侵犯的 但是呢 在这个当代历史上 有一件非常恶劣的事件 那就是北约 那么具体来说是北约里面的美国的空军 那么用先进的这个轰炸机 这个空袭了 当时这个南斯拉夫的首都 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那么整个大使馆呢 几乎就被炸弹了一位平地 那么有三名住在大使馆里的中国记者呢 不幸的遇难 那么还有多名的外交官和这个中国人呢 这个受了重伤 这个事件的爆发呢 当时震动了这个事件 后来美国方面变称他们是误炸的 这个说法没有人相信是误炸的 连美国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是误炸 那么这个事件呢 当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 当时在北京还有中国其他地方呢 都这个爆发了反美的示威游行 因为美国空军去轰炸中国的一个大使馆 这个等于是直接在侵犯中国这个领土 在杀害中国人 那么由于当时的这个情势 那么也有当时的这个大局啊 这个一方面 美国后来这个美国政府 做了一个正式的道歉 对这个事件的政府的道歉 而且呢 对于这个大使 对于炸毁了中国大使馆 所造成的这个人命 和这个财产的一个损失呢 也做出了赔偿 虽然我们说赔偿不能够挽回生命 但是毕竟那么这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很少这样公开的这个道歉 要做出赔偿 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呢 也对于在大使馆事件之后 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和驻其他地方的一些美国领事馆呢 在示威中受到了这个破坏 那么中国政府呢 也予以了赔偿 那么这样的事件 我相信是不可能再发生了 因为二十多年前的这个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国力 是完全不对等的 那么另外当时呢 这还是一个孤立的这个事件 美国政府也认为 这个事件是错误的 今天是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中国知道 美国也知道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美国如果又轟炸 某一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的话 那么一定会遭到中国的 最有力的报复 所以我们说 从我们这个月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外交使团的这个管设 不受侵犯 外交官它是有外交豁免权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都有这样的这个常识 但是为什么 还是总是会发生 这种侵犯大使馆的这个事件 或者是这个侵犯 这个外交人员的这个事件呢 那么我想第一 规则本身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 这种规则受到破坏之后 怎么样来处理 这样的这个事件 现在看来的话 直接用武力来实施报复的情况 很少见 基本上还是要通过外交谈判 像这个美国入伊朗大使馆 谈判了将近两年 一年半的这个时间 才得到了这个解决 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这个事件呢 最后也还是和平地解决的 而不是以双方之间 这个大动干戈 作为一个严重的后果而产生的 虽然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月 讨论这个题材主题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深入了解 为什么一个外交管设 或者受到保护外交官 有外交豁免权 这是国际法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规则 不久前 俄罗斯总统的中国之刑 对于中美俄三国格局 有什么影响 漫画家抓住了一个主题 这是一幅网传的 来自俄罗斯的漫画 上面我们看到熊猫和黑熊 亲密地坐在一起 而他们下面的那个木头 也就是美利坚被压得摇摇欲坠 一幅漫画有时候胜过千言万语 这不是政治宣言 但是像一个漫画 每一个看到漫画的人 都会觉得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